你好 謝謝 你們叫橙橙團 他們為什麼穿的跟橙子似的 是因為你喜歡吃 對嗎 因為我香港是紫色 喔 紫色 內地是 橙色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顏色 赤橙 黃綠 青藍籽 每個地方都有一個顏色 沒有一點 阿嬌的國語還是那麼差呀 嗯 還好 前段時間那個 阿薩來到這裡了 你們倆誰國語好呀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如果那段時間 在拍電視劇 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 那這次多待一段時間吧 你就會好一點 其實會常常留在 北京 北京 那個錢錢會留在北京 我們也很歡迎留在北京 我們也喜歡北京 好 謝謝大家 我們歡迎阿嬌 歡迎走入遊樂和網 做約播映之 非常近距離 我近距離的這個 以前都是在頒獎上 有的時候在後台見到你啊 我覺得你臉好小 就這麼點兒 不會吧 真的 就巴掌這麼大 上次阿薩也是 對啊 你知不知道聯繫 在做藝人之前 知不知道聯繫 是當藝人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我我比較喜歡 腎腺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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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腺 身體腺瘦 身體腺瘦 我聽成腎上腺瘦了 哈哈哈 不是我聽錯的 是她說錯的 就跟那天來了個架面說 我覺得你就是一個上得天堂 下得廚房的人 然後 她說那個架面上得天堂 然後 我不好意思 我說 抱歉是上得天堂 今天我跟阿薩的對話 有點像相聲 肯定會出現了很多 她說東我說西 大家就 然後喝一點 喝喝喝 會 會好一點 我們的水都是真的 我好想說廣東話 跟你 沒有 但你有的時候 說這個 國語的時候笨笨的樣子 挺可愛的 哈哈哈 顯得我比較伶牙俐齒 我很努力的去 講個了 是 那你跟我沒法比啊 那我這個 那當然啊 那我知道 我到了你們香港 就會說一句話 謝謝 然後就不會了 人一過來 人一說 我說謝謝 就過來 跟我說了一圈廣東話 我說 那個 馬上又國語了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你的粉絲肯定知道你的很多故事啊 那我還是想問一下 就是說 呃 阿嬌這個名字 是你的藝名嗎 那你的最早的名字叫什麼 我最最早最早嗎 對就是 嗯 朗朗 ago 嗯 就是小的時候 我第一個名字叫 中 笛山 中 魚山 笛農的笛 哦 中笛山 哎呦這名字真的改太難記了 沒有我覺得蠻帥啊 因為笛農的笛啊 笛對 對 怎麼那麼有文化啊 你們家 他 家人覺得 這個名字很 太火了 太猛 對啊 所以要改 就改 改成 中加利 古利的利 中加利 這是第二次改 第三次呢 呃 第三次就是一名了 就是沒有改的了 是那你這三個你其實最喜歡哪個 第一個 第一個 要不咱們再趕回去 嗯 應該不行 阿嬌小的時候是 爸爸去世的比較早 都是媽媽帶大的 是這樣嗎 嗯 也可以這樣說 但是 我小時候比較漂泊 漂泊 嗯 媽媽生我的時候大概 就是八十九歲 十八九歲 很小 十八九歲 太早了吧 那個時候他們可能覺得 還好吧 我不曉得 那你剛才說 媽媽十八九歲呢 你比較漂泊 後來呢 嗯 因為她還是要生活啊 要賺錢去養我啊 自己啊 幼兒園的時候 都已經轉了六間學校 幼兒園了 我知道幼兒園 六間 六個 所以就 住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給很多不一樣的人去照顧我 哦 所以 面對的事情環境都很多 嗯 你小的時候那麼悲慘啊 我小時候我沒有想過這個東西 那你應該比較沒有安全感吧 因為小的時候如果經歷是這樣 對 所以我比較慢日還有比較內向了 你小的時候是不是一個很自信的女孩呢 不是 嗯 從來都沒有自信過 為什麼呢 嗯 家人可能 嗯 很多比較啊 譬如 成績啊 啊 誰比 比較漂亮啊 誰比較 又圓圓啊 就這樣 嗯 就 對 一個小朋友來說就蠻不開心的了 嗯 因為剛才你說的你換了那麼多地沒有安全感 什麼時候比較有安全感了 比較 比較有安全感 我想應該是入了行之後 才會 才有 這麼奇怪啊 那跟媽媽的感情呢 也是 後來才 開始懂得交流的嗎 呃 在我入行之後 跟她 一起住 因為之前都 沒有太多時間跟她 住在一起 嗯 只有一小段時間 嗯 嗯 就是入行之後她很緊張啊 她 她 的緊張 讓我更緊張 對啊 因為她會表現到 就給我 大 大 帶來 蠻大的壓力 對啊 就 其實我就覺得 我教她 你不要太緊張啦 這樣你越緊張我就更緊張好不好 唉 我就蠻辛苦的 他們說是特別容易崩潰的一個星座 嗯 你覺得自己容易崩潰嗎 呃 有時候 沒有 沒有那麼容易崩潰的 他們說水瓶座 有很多是外星人 對 好多人跟我說你是嗎 我是啊 你們那邊 我是怪怪的 怪怪的是吧 怎麼怪 奇怪的 嗯 小時候我講的 東西 人家覺得我 你說什麼啊 不懂 我想的東西比 人家 快好多 對啊 所以沒有人明白我在想什麼 你是挺像外星人的 難怪我有很多水瓶 我那個朋友邱薇就是水瓶座的 經常特別神奇的接到他的一條短信 都是什麼 忽然在某一天想到你覺得特別溫暖 我一想 發生什麼事了 對啊 會突然想起你 I miss you 就這樣了 你也是 對啊 我以為說他向我借錢嗎 提前打個伏筆 你看我們多陰暗 對 我們人類 所以 阿薩是什麼星座 天蠍 天蠍和水瓶 合不合 合 面和心不合 天蠍 要不要 他像天蠍嗎 有 天哪 這單眼 他粉絲很可愛 節目永遠不會冷場 他像啊 為什麼呢 你覺得你們兩個 這星座有什麼互補性嗎 這是我們兩個 剛剛入行的時候 就 譬如在班長裡 在台上面 我們都會發台灣 就 一上台 就 不知道 就 不知道應該 說什麼 不知道應該 做什麼 但是在台上面 我們很健談啊 在台上面 呃呆呆的 呃呆的 會嗎 阿薩嗎 阿薩嗎 阿薩說 她用了三年時間 去了解我 是夠長的 呃 還好吧 我相信很多人 都特別關注 你究竟是 怎麼樣去生活 怎麼樣修復 可能有人覺得 我是 會自殺 或者是很容易 改行 改行啊 或者是 呃 就 消失了 反正沒關係啦 這樣子 呃 但是我 我想應該是 從小 嗯 怎樣去 長大 怎樣 去 面對 不一樣的事情啊 有人很幸福 有人 就 嗯 我就比較漂泊 面對的事情 比 一般的人 多 之前也經歷了 其實坎坷也不少 對 我如何 其實我是為了家人 幸福啊 我想他們 可以過得很好 啊 啊 我有一個 責任 責任感 啊 啊 我想到這一點我走 然後 不 不想放棄 因為我還有 還有外公 外婆 啊 我媽媽 我妹妹 我要照顧他們 那 我不可以照 知道 還有他們關鍵 是吧 他們很支持你 我相信你的粉絲 他們那種巨大的愛 謝謝 謝謝 其實真的今天 在後臺跟阿嬌聊了會兒天 我覺得她特別可愛 我說 有什麼不方便 說的就別說 說沒有啦 什麼都可以說 我覺得人最需要的是勇氣 因為一直以來我覺得 其實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你沒有錯 有錯的是那些沒有道德的人 去上傳一些視頻 會 我真的是希望 我們去譴責那些 該譴責的人 我們希望給那些 受了更多的勇氣 讓他們去面對大家 因為他們沒有錯 對不對 對 在不久前呢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 反面的教材 對 我發覺 那個事情之後 有很多人求救 在報紙上面看到 有很多人 都有這個問題 對 所以 可能 可以 就是 讓他們不要做這些 傻事啊 對 就是身邊的人 不會 提那個事情 只是 他們會 做出來 譬如我要 學跳舞 我 兩個 排舞老師 都很 很照顧我 如果有其他人的話 他們一定會幫我擋 就是 好像一家人一樣 因為 其中一個 跳舞老師跟我同一天生日啦 另外一個就是 我兩個幹女兒的爸爸 所以 他們都當我 一家人 所以 跟他們 一起 是很開心 還有 真的很照顧我 唱歌老師也 非常 非常好 就 他也好像 當我是女兒一樣 我 常常發 簡訊啊 去問 你們 你們說 短信嗎 短信 一樣 對 就會問 嗯 妳好嗎 這 就會關心 關心啊 大家都會這樣啊 嗯 我覺得 他們 是真的 用心的去 愛我 嗯 我 真的 在 我 做 什麼 是 我 做 我 做 我 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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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朋友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不久前我也说到了阿萨也来到节目 接下来我放一段当时的采访给大家 让她看看她的好景气 我觉得是我跟阿萨 我们两个的一个成就 所以我觉得这个成就是永远不会 不会散 不会消息 对永远都会在 只是要看时间而已 我觉得我一直相信时间过了之后就会好 我现在觉得她一定准备好 心理啊情绪啊都是状态很好 你在这两年当中你有想过就彻底单飞了吗 我就是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 哦一个人好那就不用两个人了 那为什么不能想你一个人好啊两个人会更好 你可以不是应该这样吗 我觉得大家常常都会想东西 我一直会想到一边 我觉得TWINS就是我一个成就 我不会 我不会放弃啊 我觉得我跟她好像 嗯 两个人可以走在一起是缘分嘛 那时候我 我入行的时候也是一个小女生 我什么都不懂 然后上台会害怕 然后样子也没有很漂亮 然后还好就是 就是很幸运的有她可以跟我一起 一起工作啊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很多东西啊 嗯 那我觉得 她也帮了我很多啊 我觉得这份友情真的是值得收藏 很感动 其实她也帮我好多 在那个事情之后 我没有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 那些采访啊 都是问我的东西 没有理她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对她很不公平 因为她很努力的去做 反而问的不是问她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对她太不公平了 对我 一开始 她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她跟公司说 她不想 她要等 一起才发 我说 不要啦 就 你 你自己去做吧 她说 她会等哦 因为我有 我有想很多就是 我对她也 也要负一个责任 推私一体 但是 错 错在我 不是错了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不管她是啊 就 大家都会 拉她 再 跟我 一起谈 这样对她很不公平 嗯 所以 她 嗯 在我收习的那段时间 她都真的很辛苦 本来两个人一起 分 分工的 工作 她要自己独立的去做 就 本身已经很累了 她加倍的累 对 所以 我看到 那些 有一些 片段 我真的感 看到她 真的非常非常累 我的心痛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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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她没有放弃 她没有放弃 你们也没放弃 其实 不管是夫妻 不管是搭档 我还有一个搭档 也正好十年了 但是我觉得 你们两个的事情 给了我很好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两个人相约就是 有一天 我们都特别特别老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想做主持 我们就做金色时光的节目 我想吞斯也是 如果你们能唱得动的话 一直唱下去好吗 我们以前 以前就是说 如果 还 有人想 看我们的戏 听我们唱歌 我们都会继续做下去 香港 吞斯的 人人谈起的演唱会 大获成功 这也是 阿娇复出以来 跟 阿萨第一次 在香港公众面前露面 而那个体育场也是 他们当年 首次 登上台的那个体育场 虽然我们很多人 没有办法到香港 但是 你们都去了 天呐 好有钱啊 他们 他们 好像 一副地图 一副地图 他们拿着 不同地方的 牌 各种颜色 没有 登牌 地方的登牌 我拿过来 拿过来我看看 这是当时的照片啊 这是送给阿娇的 人坛检查会的那个 一个相册记录 对对对 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当时 我们给阿娇和阿萨 支持的一个slogan 就是挺杀护娇 撑撑团来撑撑吞 然后里面是 外面这张就是我们用 地图 算是人肉地图吧 地图 举的全国各地的那个 冬牌 然后给他 安徽 浙江 吉林 贵州 河南 星沙云南 这么大 内蒙也有看到 哇好多 内蒙都去了 都去了 这是当时的照片 那总知道我的朋友在你们的 中间 哈哈哈哈 对呀 我看不到他们 哇拍拍得不错呀 啊 你们这个摄像头挺好的 这一本是送给阿娇的 谢谢 所以 这么长时间你们都对他 不离不弃 中间你们有想过 吞斯会解散吗 没想过 全然没想过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解散 对不对 为什么那么喜欢吞斯呢 一直到今天 说一说 是一种力量吧 我觉得 因为吞斯其实给 教了我们很多 从我们上次 上学的时候很小 然后就 然后他们两个 他从小 我看着那么大 哈哈哈哈 一些摆出一个很老人家的姿势 对 嗯 然后呢 然后就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就我们很有力量去做我们的事情 就包括你去上学啊 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想到他们就觉得啊 我还有动力去做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遇到了像阿娇姐姐这样的挫折 你觉得你会挺住吗 有他挺住 我一定挺住 这也是一种力量 对不对 嗯 好谢谢你 那我帮你把这个给他了啊 谢谢 谢谢 欧婷 方立真 有请 你好小邦 谢谢 再给你们机会 重新喊一遍吧 一二三 利婷小邦 神迷向神 谢谢 谢谢 你好请坐 你好你好 方立真我知道你以前是运动员吗 嗯 对那你拿到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可不可以显背给我们 这么直接就问我最好的成绩 当然 那那我的成绩当然没有没有 天亮的好了 最好的成绩都是 最好的成绩都是 在香港里面曾经保持 多个多过十个香港记录 你笑什么呀 现在现在还有两项 真的 都已经过了十年 很谦虚欸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现在就是都 两个还是你保持着没有人破啊 还有两个对 真的啊 所以你走在香港今天是不是 特别多人 对你尖叫啊 对啊 不可阿娇阿娇姐多啊 是啊 哈哈哈哈 小方哥 哎你哪是 我觉得你腰坏 蛤 没有 我看出来了 他 严肿啊会影响我的反应啊 不是个老实人 哈哈哈 对我就觉得他是个什么人 阿娇 他 好人呢一个好人 给你给他的粉丝说一说吗 谦虚啊 嗯 哈哈哈哈 可是他他人啊 蛮老实的 哎呦 我就 常 你能救我啦 每一天都 都要 他 就算拍完了 他都会 吹你 没没有 就是在 留在现场 因为我们整个剧组是一起工作的嘛 都 住在长洲 不收工的话呢 就没饭吃 所以我就在旁边等 希望可以快点收工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吃饭 没有啊 其实我觉得他安 安练 导演 因为我们收工 我没 导演不是男的吗 对啊 哈哈哈 我差不多 他说我 他说我 差不多每一天我都会回家 嗯 但是他们还留着吃饭啊 喝酒啊 聊天这样子 嗯 对啊 说啊 我跟导演呢 当然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我之后就跟刘正伟导演合作了 两遍 嗯 嗯 就是这样 帮 接交朋友 我也是啊 对啊就是这样 我也是啊 是 应该的 他们俩都是外星人 哈哈哈 那你来评价一下阿娇好不好 美女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 对 对 然后呃 人非常好啊 嗯 太虚了 睡在实际的 很 他是很非常的主动去帮助别人 帮助朋友的一个人 比如呢 哈哈哈哈 比如啊好 比如 你睡得不好 落枕了 他会买一个枕头给你 嗯 呃 比如 你电脑有什么问题 呃 他会帮你修理 万一带着黑棍吗 蛤 其实我是一个 木工 我 我很多东西我都 啊 懂得收 天 你以前做过 技工吗 没有啊 就 我什么都想 黏着一下啊 你拆过电视吗 你拆过电视吗 电视没拆过 不敢拆 你拆过什么 没拆 所以他会帮你修电脑 没没帮我 我说比如这样说 哦 还有比如什么呢 比如 呃 实际想 哦 比如如果 就是有工作人员呢 或者是他的朋友 比如说 弄 又又说 闹枕了 他也会帮你 就是做做那个推拿啊 按摩啊都会 都会啊 嗯 那这个你享受到了吗 呃 好像 都 都有啦 哦 有啊 哈哈哈 我觉得你演阿娇小弟 应该比较像 哈哈哈 娇姐嘛 今天我有一个要求 给满足大家 因为 现场来的两两 两波的歌迷都太多了 我给三个问题好不好 让你们近距离 问你们的那个偶像 来 就是想让方立生 给阿娇排个名 因为你 排 排名 排名 就是因为你合作过很多 女演员 然后 想让你给阿娇排个名 他是排第一次 在我面前当然是第一啦 娇姐对啊 你说的真对 对啊 我知道了啦 那你觉得阿娇跟其他的 女演员比 有什么优点 是人家没有的 他一定说美女了 哇 要问问你狠狠啊 我觉得 他不会在我面前得罪我 对 我觉得 阿娇跟其他不同的地方是 他给 对手啊 就是特别有那个亲切感 嗯 就是特别容易商 相处的一个 嗯 嗯 就是不会觉得 啊端着很多架子 然后事很多 对 而且他会 他 他是女孩子吗 但是他会主动的 去跟你去 去沟通啊 去帮助你啊 嗯 比如说 可能一开始 如果要面对一个新的对手 你还要找一些话题 跟他 开始建立那个 关系默契啊 比如说 有没有洋宠物啊 喜欢 去哪里逛街啊 太不聊了 也太过时了吧 对 喜不喜欢游泳啊 这样 是吧 但是他 他不会 他可能会 很主动的就会 问你想吃什么啊 啊 我买给你吃啊 怎么样 我常常都 请他们吃东西 是吧 很容易相处 很开心吗 嗯 就吃人嘴短吗 对吧 不 不懂 什么意思 啊 第二个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你 总在微博上更新 去吃烤鸭 你是不是很喜欢吃北京烤鸭 我最喜欢的是吃蒜羊肉 啊 吃吃羊肉 我喜欢北京烤鸭 没有 我刚才采访他的时候 都鼓励好差 然后那个 在这跟着起哼特快说的 再换一个人吧 给别人一个机会好吗 那个 我想问一下就是 啊 你接下来有最想合作的演员吗 啊 我 反而很想跟一些 就 嗯 不是常常见到的演员 啊 比如谁 我 也不是常常见到 葛优 我觉得你要演喜剧 可以尝试有机会跟葛优老师 他们就合作 还有黄渤 黄渤 黄渤 对 他喜欢的就是黄渤也是 嗯 因为啊 刚刚之前派月光宝盒 嗯 有机会跟他们见面 所以很用心 很开心 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谢谢 好 各位一起站起来 一起把手举过头顶 跟着节奏一起拍手 好欢迎走入由乐风网 特约播映之《非常近距离》 有没有给鲜叫声 有 有 人生就想游泳 让我们一起尽情的游泳 每个人都做出水浮容 欢迎收看夏季的《非常近距离》 第一天杀出MCJ Fever 下期见